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有一个题目 小宋、小曼、小军三个人共有210块钱 如果小宋给小曼12块钱呢 再来呢,小军如果用到他自己原来钱的三分之一 那么三个人的钱就相等了 请问三个人原来有多少钱 我想这一题呢,基本上还是属于国中二元一次联历方程式的题目 那既然是叫二元一次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这个文字叙述里面呢 找到两个位置数 那小军呢,或者小曼呢,或者小宋 Anyway,你不用去管任何一个 你只要找到两个位置数去做假设 那两个位置数呢,在数学的原理里面 只要两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解答解出来 那基本上呢,很多人会说 三个人也会担心三个位置数 其实这是国中生 建国老师觉得应用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因为应用问题它一定是把所有的细节 所有的描述的问题都写在里面了 那所有的线索都在里面 我们同学们只要认真的去看每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句话呢,利用中文呢 把它做Translation的动作 Translate 把它Translate变成数学的式子 把它翻译成数学的式子 那这样子呢,我们只要两个位置数,两个条件 我们就可以很顺利地解出这个问题 那以应用问题的基本逻辑想法就是说 我们问什么,我们就假设什么 那在这里呢,因为是小宋,小曼,小君 那建宏老师就依序地去做假设 我们就假设小宋有X元,小曼有Y元 那小君有多少钱呢? 高中生他直接就会设Z或者W 那既然呢,是一个二元一次的地方程式 第二句话是一个关键 因为三个人总共有210块 那既然三个人总共有210块 小宋是X,小曼是Y 那小君呢,这不用想了嘛 就是我只要把210块整个total全部的钱呢 扣掉小宋的钱,扣掉小曼的钱 就是小君的钱了 所以再来呢,我就把小君呢 就去做了一个210块-X-Y元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也浅显易懂的事情 好,再来呢,第二句 小宋如果给小曼12块 这句话非常简单 就是我给你5块,你得到5块,我损失5块 我们的钱是相等的 那就太简单了 我们就只要把小宋的钱呢,扣掉12块 就会等于小曼的钱加上12块 那这两个钱是相等的 教堂老师非常喜欢这个式子 因为系数都只有1 这对于下面的后续的计算非常有帮助 那我就去做一个invert推理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整理 X-Y-24 我把它列为第一式 好,再来呢,小君 用掉自己所有的钱的三分之一 我想问大家,一块蛋糕被我吃掉三分之一 还剩下多少? 每个人不用一秒钟就可以回答三分之二 没错,如果今天我把我的钱用掉三分之一 那我剩下多少钱呢? 我就只剩下三分之二的钱 而且这个钱呢,跟小宋跟小君分配之后的钱 大家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把小君的210块-S-Y 去做一个乘以三分之二 这个就代表是小君剩下的钱 那等于谁呢? 随便 你要去等于小宋的钱也可以 要等于小曼的钱也可以 反正他们都相等 所以我在这边呢,我习惯上我会用第一个 就是等于小宋的钱,S-12 再来呢,我剩下的呢,就是非常简单的 就去把它做简单的数学运算 把3呢,利用3去乘到右边去 那2去把它展开 就变成420 这边2乘210,420 2乘到-X,变-2X -Y乘上2,变-2Y 移过来之后呢,3X-36 然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个推理 在右边呢,3X是正的 我移到左边去就变负的 那这里有-2X 所以这里就变-5Y了 再来,原来的-2Y放在这边 那420是正的 我把它移到右边去 就变负的 所以-36去减掉 -36去减掉 -420 就等于-456 那我们再来 因为这里有负 这有负,这有负 我们把每一项都乘上负数 就变成5X加2Y等于456 然后呢 做到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做到第二次 再来呢 我就把第一次 因为它的X的西数是5 Y的西数是2 我比较喜欢采用西数小的 来去做散掉 所以 其实特显 我要散掉的是Y 所以我就把第一次呢 去乘上2 第一次乘上2 所以第一次的X-Y-24 就会变成2X-2Y-48 那到这边呢 太简单了 我们就写到上面去 我只要把24跟34做相加 一样等号的 左边加左边 右边加右边 在相加的过程当中 加2Y跟-2Y就消掉了 那5X加2X呢 加在一起等于7X 再来456加48呢 等于504 504除以70 72 再呢 回来 这边应该就可以说 带到我们原来的带路1 X跟Y 也就是说小送比小曼多24块 我只要把72块减24块 就是小曼的钱 所以我把72块减24 就是48块 那小送小曼的钱就解决了 那两个未知数都解决了 又何必怕小君呢 因为他们总共的钱 合起来是多少钱呢 210块 那他们两个合起来呢 刚好是120块 那210块减掉120块 210块减掉72 减掉48 这个合起来是120块 所以呢 小君就是90块 以上是这个 列立方程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加油